尊重国旗 尊重国家 尊重国歌 大家加油 香港音乐教师高松杰因守护国旗而为人所熟知 被传媒和民众誉为香港护旗手 然而他守护五星红旗的行动 在引来网友称赞的同时 也遭到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的欺凌 日前在香港发生的暴力示威活动中 有激进示威者把海港城附近的国旗丢进海里 高松杰从新闻中看到此事后深感愤怒 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香港市民发起了守护国旗行动 让五星红旗重新漂洋在北港上空 然而他守护国旗的言行也激怒了激进示威者 连日来高松杰饱受各种滋扰 护国旗之后经常都会有些网民 网民在社交平台Facebook 或者是我公司的Facebook 都有留言去告诉我 第二就是会有些电话去打电话去我公司 接着去恐吓我的同事 包括是用我的名字 用我的email 用我的电话去订餐 接着去恶搞我 总而言之去一些帳户去开账号 那变了一天有5-6个平均 甚至乎是捐那个捐器官 甚至乎去驗这个性病 那些全部都有很恶搞的 那另外最近 刚刚我亦都收到 开始收到一些死亡的恐吓 就是在WhatsApp 发出来去说 祝我全家都过不了中秋 高聪杰说 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自由 文明和多元的城市 市民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 但是当下发生的事情 让他感到香港很陌生 例如我有些朋友 在Facebook里面去支持警察 转过头就会被很多网民去围攻 包括自己朋友去围攻 甚至乎是什么 围攻完去折逃 然后去发去其他群组 或者去发去一些 我们叫对方的一些 我们叫资讯群 然后去起你底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不文明的做法 第一 一人做事 一人当 他们不文明的程度 就是搞你的家人 搞你的同事 甚至乎去起你底 去找很多网民去起你底 一起去欺凌你 他们只是用一些很暴力 就是我们叫网上暴力 去欺凌一些我们叫小众 就是我们勇敢斩出来的小众 所以我欠奉 就是都是一句 都是大家互相尊重 就是一人做事都是一人当 那政见不同 你以你 服人 不要以一些 我们叫小家的手段 去欺凌别人 实际上 近一段时间以来 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 达着自由民主的旗号 对发表与自己观点不同意见的人 进行网络起底和攻击 据香港个人资料隐私专员公署的数据 自6月14日以来 已发现约1100宗网络起底个案 个案数目两个多月来大幅攀升 有部分人甚至宣称 要在学校对警察子女进行校园欺凌 高聪杰说 正是这种网络起底和欺凌 让香港沉默的大多数不敢发声 过往好像很多青年人 他们都很勇敢去说话 但后来受到欺凌之后 他们都慢慢地不敢说话 例如我有个朋友去做网店 他都很勇敢地说完话之后 他被很多的网民不断去用电话 滋扰他的公司 变成他现在都不敢说话 变成这个气候去形成了之后 变成我们在一些正能量的声音 在社会越来越少 他们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 对社会我们觉得不是一个真实的声音 他们只是用一个很暴力的手法去灭声音 尽管遭遇了网络起底 但是高松杰坦言并不后悔 他说爱国爱港要体现在行动上 被暴徒破坏香港的行为不能坐视不利 高松杰说 让他感到痛心的是 暴力破坏行为中有部分年轻人的身影 香港教育界应该反思 就算你不赞成政府 都不要用一些暴力的行为 或者是用一些欺凌的行为 去对待一些政见不同的人 我们都会去做 因为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应该是除了教导知识之外 我们应该是教育的学生 去用一些正确的方法去面对他们的人生 我这么说 因为这次暴力事件的而且确是很多青年人做了一个陪葬品 高松杰说 当下的香港青年人缺乏中国历史教育 国家观念薄弱 他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及社会 应当推广中国历史教育 也希望激进示威者能够停一停想一想 不要让香港继续受伤 因为香港真的很重伤 在这个重伤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生活在香港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要停一停想一想 我们应该令这个重伤继续惡化 令它死亡 还是我们可以停一停想一想 正如特首行政长官所说 我们停止暴力 我们用这个对话去解决问题 用对话才可以解决到问题 才有出路 大家有出路的时候 香港才有生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不可怕 年轻人会将会消息 放伤认 第二转目 都要是死亡 我给大家看 我们来看